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 今天美国五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首先是纽约时报 美国共和党人表示 他们将对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发动多层次的系列的抨击 另外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 摩根大通银行创下一家公司 向政府赔偿数额的历史记录 这不仅让美国政府解决了 几年前抵押贷款的债权问题 更对其他的银行 起到了杀衣净百的作用 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是 美国新健保计划导致 消费者挑选医院的选择缩小 批评人士称 政府正在制造不公平的 两极健保体系 另外美国一名上任不到一年的众议员 上个月因为非法购买毒品而遭到逮捕 他昨天对指控认罪之后 宣布离职休假 接下来看今日美国报 美国首批女性这个星期 将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步兵训练课程毕业 这三名女军人与男性 接受同样的训练 另外37岁的美国众议员 拉德尔昨天对毒品指控 表示认罪并且公开道歉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是 美国政府启动 对有关投资内幕消息的调查 试图分辨一项政府的投资政策 如何提前流入并影响了市场 另外曾经看好美国收费公路的 国际投资人面临亏损 最后来看的是洛杉矶时报 一架疑似美国的无人机 袭击巴基斯坦一所神学院 炸死包括两名哈卡尼组织成员 在内的至少六人 以上就是五大报纸的头版头条